这个土豆可以说像是小玩儿非常的喜欢吃 大玩儿也是非常的喜欢吃 今天我们把这个土豆给它做出鱼肉的味道 食材非常的简单 就是准备两个新鲜的土豆 先把它切成丝 切好片之后把它麻整齐再载成丝 大家如果觉得切土豆丝比较麻烦的话 可以选择用擦丝的工具擦 或者是选择不放 切好的土豆丝里面加入清水 先给它泡起 主要是把它淀粉给它泡去 再来准备一个青红椒 青红椒直接把它切成细丝就可以了 再准备一点木耳也把它切成丝 加点木耳主要是差一个颜色 嘿嘿的 在四川怎样把一个素菜炒出鱼肉的味道 答案就是炒鱼香味 所以我们就准备一点鱼香味必备的泡椒 先去地去籽再给它剁碎 再来上一点姜葱蒜末 调一个鱼香味之盐 贝糖 陈醋 加一点点水把它化开 来两滴酱油 用筷子把它搅匀过后备孕 锅内水开 下入洗须淀粉的土豆丝跟这个木耳 炒土豆丝千万不要直接下锅炒 先过一下水炒这个土豆丝会更加的脆爽好吃 大约过水25秒过后关火先把它漏出来避孕 另起锅下入1.95号的菜籽油 顺振的就是油温四成热下入准备好的小料 用小火把它们香味跟颜色炒出来 哇颜色好漂亮啊 我已经仿佛闻到了鱼肉的香味了 炒香出色后下入土豆丝青红椒木耳 大火快速的翻炒均匀 翻匀后倒入刚才打好的碗汁 这个碗汁里面是没有勾芡的 你不要勾点千斤就扶起扶起来 继续用大火快速炒匀 大约翻炒30秒过后关火出锅装盘几口 再炒的话就软了 呦这个盘子有点绿哦 最后撒上一点性感的冲发美味鸡撑 非常好吃的一道鱼香土豆丝就做好了 把素菜做出鱼肉的味道 我想也只有这种方法了 喜欢的点赞 不喜欢的下期免费继续看 最后还还是我来跟大家尝一下 这个味道怎么样 大家听声音都应该听出来 这土豆丝非常的脆爽 入口的时候微辣带着一点酸甜 就跟我们吃鱼的时候鱼汤 它的味道是一样的 就有点呛鱼肉的味道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撒过了 我是响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这个可能小孩子会比较喜欢吃哦